排球迷注意,中国女排今日迎战荷兰,CCTV5直播时间在调整,北京时间10月16日,女排世锦赛迎来六强战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,今日,中国女排迎来强劲的对手荷兰女排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虽然已经提前晋级半决赛,但本场比赛的结果依然重要,可以是既祖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赛况而定, 挑选一下半决赛的对手,增加中国女排挺进决赛的几率,六强战,常常都是强强对话,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说,都是一次魔力球队的机会,所以大家都会认真对待,目标争贯的球队,必定想着拿到更多的胜利,为半决赛甚至决赛打好基础,今日,向大家推荐16日的两场比赛,CCTV5将全程跟进直播,值得一提的是, 中国女排今日对阵荷兰女排的时间再度调整,不是上一场的15点10分,而是回归此前一贯的18点20分,排球你要特别注意,不要错过,先来看一下,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巅峰对决,将在北京时间15点10分进行,六强战的首轮比赛,两队的近况各不相同, 塞尔维亚3比0轻取日本,体现出了强劲的实力,意大利女排则苦战五局,3比2坚然战胜日本女排,日本女排体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让球迷叹服,对于意大利女排来说,市锦赛首个五局还是非常有意义的,经过此役,意大利女排将更加有韧性,本次,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强强对话,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,争取胜利拿下小组第一是重中之重,对于球迷来说,两队的对决将是一场韬铁盛宴,再看一下中国女排对阵荷兰女排的比赛,将在北京时间18比20进行,两队的首场比赛,中国女排苦战五局战胜美国女排,荷兰女排同样是熬战五局战胜美国女排,不过有些差异的是, 荷兰女排在落后两局的困难局面下连班三局战胜美国女排,一场超级逆转取胜给予荷兰女排必胜的信念,此场比赛过后,任何球队与之对垒,想要轻松取胜想必更难了,纵观中和两队的交手记录,中国女排占据绝对优势,此前,中和女排在世界大赛上,有过29次交手,中国女排取得了21场胜利, 不过即使如此,中国女排仍不能掉以轻心,近来,荷兰女排进步非常快,六强战力转取胜美国女排就是很好的证明,而且,荷兰队内大将斯洛特耶斯状态增加,当前已经狂砍212分,高居得分榜第二位,明日的比赛,女排姑娘们要打起精神,认真面对,随着世锦赛的深入, 中国女排渐入佳境,连续战胜美国,俄罗斯等强敌好取五连胜,比赛中,虽然朱婷依旧强势,但可贵的是女排并不仅仅依靠她的一己之力,其他队员都挺身而出, 严以展现其强大网上实力,李莹莹体现出色的进攻天赋,袁新月,龚翔宇等球员也将状态调整到了最佳,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有了更多核,强队掰手腕的资本,期待,明日的比赛,中国女排同样能够正常发挥,表现出球队的特点,在世锦赛上越走越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